我就是把电话一撂 没打通 加油啊 我啥也不说啊 今儿看你面子啊 我跟你说啊 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 大多是我都认识 那不是王贵吗 王温普儿子吗 那不是韦涛吗 韦立决这儿子吗 你们谁儿子 也行 到这嘎子 别给这嘎子打仗 云顶打开夜道现在 没人给这儿打仗 你问问谁 谁胆肥了 不想活了 你看王温普的儿子 王贵啊 跟这个韦涛都没知声 他俩也都知道这个后面是谁 没知声 然后杜成那就不服啊 那杜成能服气吗 杜成假话 你大能大气不大能大过天哪 你妈 你这么的催牛逼 我觉得咱酒店怎么的 摇碗龙在旁边 叼小烟 你真是认为你大了啊 你还敢打我杜成啊 我这账我先不跟你算 咱们三四天以后 碰都行啊 我姚岸龙在北京 我啥时候跟你碰都行 我今天晚上要看看杜成 你有那个尿去吗 你是站着尿尿的 你把这腕顶给砸的 我今天我他妈给你跪地舔皮鞋 给你道歉都行啊 姚岸龙挺坏啊 就往往后撤了 要往这个方面引了 你看啊 这当时该说不说啊 骨子讲话了 别晒脸啊 那小哥们 你能去把排第几啊 你啊 北京你排第几啊 咱不是中国 北京你能排第几啊 你敢这个啊 装屁驴子 你跟谁俩呢 赶紧走啊 别去把晒脸啊 这时候王慧就劝 说行了 那个尝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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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咱惹不起来 走 谁也不去不去 本来杜成也反应过劲了啊 老体啊 杜成也憋气 憋气在哪儿 如果你是真正的老板 你出来 就拿管你端未告 你骂我两句行 你只是老板的一只狗 你老板的一只狗 咱说你骂我 你跟谁俩呢 杜成让那个小经理 骂完了就挺憋气 他能认可走吗 以杜成这个不吃亏的脾气 杜成转身也要走了 就就就都认了啊 这时候该说不说 智哥好长时间没说了啊 咱们说 智哥你们也知道 当年一棒子把李耀勇都推大蛇了 智哥虽然家庭背景跟他们比不行啊 但智哥的脾气也挺大 都上岁似的 智哥往前一站 能咋的啊 还能他们打死人呢 智哥不知道这个老板是谁啊 还能打死人呢 智哥新讲话的 管小发发发的小公公的 都给这个 又管抓又管判的 中国最大的了 你还能打死人呢 谁能咋的 你不走了 能咋的 大志一上来了 你看杜成又上劲了 本来杜成想走了 面子也不能走啊 谁能咋的 让他们打死我啊 家勇啊 你们害怕你们全走啊 我看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啊 你们要害怕你们就走 就离我杜成再嘎嘎嘎嘎 我面对你啊 我今天我好好信你家老板是谁 他什么何许真也 我碰一下子 那你说那个王会他妈 韦涛能向喇子这里走吗 说到这儿都一起玩的 韦涛也上劲了 对 谁能咋的 还能打死谁啊 我这不走了 宝哥讲话 操 小看我 我哥他妈全国小谷哥走瓢霸子 操 能打死谁啊 我也不走了 咋的 宝哥其实他哥在这里面啥也不是啊 讲话咋的 巴坐着的 这会儿摇完龙在旁边一瞅 诶 好 杜成 是哪个 没搞你打我一个嘴巴我都不还现在啊 你一会儿你看个人老板来你行不行啊 你要真的老板叫完我他妈都佩服你啊 以后我管你叫大哥 管你叫活爹 都说假话了 你不攻击一言关气的 谁能咋的啊 你他妈一个基本当经理的 你打我操 你骂我 你是干啥的你啊 你姓什么君啊 古君一瞅 诶 家勇啊 这是他叫板 那你们不想走 那你们都基本别走了啊 给他围上 古君一句话 说给围上 老铁这帮二代改这屋里面 古君一句话 服务生就过来给围上了 啊 服务生过来巴巴就给围上了 保安啊 拿了个小甩棍啊 老铁家勇也面子下不来了 家勇之子惹不起 但家勇也不得这儿的 说你这是干啥啊 古君啊 我这敢这压事啊 龙哥你看你也挑事啊 古君你俩穿一条裤子啊 你这这这分明啊 啊 跟我们一帮人过不去啊 我这一个人可能是盯不住 我们这一帮人 你不知道都干啥的啊 大半个中国 他们都在我们老子手里面的 你干啥呀你啊 还真得给伟哥打电话呀 古君讲话 别走了 我给伟哥打电话 在当时离他这家也就十五分钟路程 有一个别墅区域 里面有一个别墅 这小子都回家 这个人都九点多十点了 这小子天天晚上不在家 今天晚上还在家 穿个睡袍 那个那有个三十七八岁 比杜城他们大一些啊 长得非常帅气 非常帅气 清爽的大男孩一瞅 精神一瞅就是个二代 古君啊 咋的呢 哥 今天他妈的店里出事了 店里出事了 咱家店家出啥事了 在北京 谁敢到咱家捣乱呢 哥 你别说 真有不怕死的 你知道不 那个家勇 家勇知道吗 家勇今天带了一伙人 都是二代 反正不是管水的 就是管小法法的 就那帮人 然后还有一些对对的 到这屋里面跟那个谁 跟那姚万龙 龙哥碰住了 不知道发生啥事了 操上去干去了 给龙哥哥大嘴巴吧 给姚万龙打了 谁呀 那个打姚万龙都无所谓 我就给拉开了 我说你们别这个大哥的 然后要砸电要干啥的 啥 砸电 你让家勇接电话 你让家勇接 爸爸电话 人一鼓军一地 家勇 来吧 家勇啊 你接电话吧 连勇哥都不叫 得垮 家勇一吵 喂 家勇啊 是家勇吗 是我 美哥 干啥呀 咋的呀 这我听说咋的 要砸我电呢 那个 你听错了 那谁干的 那啥 那个 这么个事 啊 就是 那谁那个 最高高小法法 打这个王文浦的儿子王晦 啊 还有这个韦力军 啊 就是三军总督韦力军 他他他他他他儿子啊 被掏 再加上那个 有个那个大智啊 就是打打小勇腿那个大智啊 他爸是那个搞科研那个 再加上海南渡城啊 我们在家玩会儿 知道不吗 跟一个别人干起来 姚万龙 这我也拉开 都认识啊 这你家经理来吧 出来本来都没事都要走了 你家经理鼓军吧 啊 张嘴 这个说不好听的了 严谨这么多人 说实话啊 这个就是严谨面子下不来的 伟哥 你看你不行 你过来一趟啊 啊 然后你看说道说道啊 然后把这个这个事解释解释 操 啊 行 我过去一趟 我看到谁 咋我店 臭牛逼呢 不是 没有咋你店的意思啊 电话巴当就料了 二代里面咱们说他也算是这个 快到快到天了 还没到天 其实比杜成牛逼的有都是 咱们讲杜成啊 他为啥牛逼 他能把最牛逼的人 你像伟涛其实比杜成都牛逼 知道不 啊 你像贾勇都比杜成牛逼 说实话 杜成的爸不算那么牛逼 但你看他爸都没进到那个圈里面 北京 但老体啊 杜成就能把这些牛逼的大哥 打你一顿你还得跟我好 他有这个能力 啊 命里面就犯这个 杜成有这个能力 但你看来的这个人是谁呢 这人啊 姓丁 叫丁俊伟 三十七八岁啊 丁俊伟我跟你说 他可不是一般的二代 贾勇都给他面 丁俊伟 他爸是谁呢 过去讲话 就算辅佐大臣的左膀右臂的这个五官 一文一武 他爸是第一古左大臣五官 五官第一了啊 他属于 除了这个啊 那个老大 那就是他了 就是给中国玩武的啊 而且他爸 还是跟小媳妇生的他爸有姑娘啊 没有儿子 然后他有个有个有个妹妹啊 他爸是属于啥呢 属于跟小媳妇私生子生给他 但老体啊 虽然是私生子 据老赖得子 还能传宗接代啊 他爸对这个丁俊伟啊 是有求必应 贼惯着这个丁俊伟 可以说在北京京城圈子 姚万龙为啥往他身上坏啊 北京圈子里面有很多不知死活的啊 就一些不知道的啊 就那些小军军一把 别说姚万龙他爸了 比姚万龙他爸大半疾的 他爸的手是多少个 可以说伟立军啊 就他儿子就伟涛 伟立军你看查这个查那个 查到许老太后 但是都查不了他爸 明白没 他爸是全国小队队里面正经的二号人物 而且他爸一当 他爸当了将近十年 因为啥 一届是五年 他下一任 他还是坐在那个位置 他挺牛逼的啊 该说不说啊 咱们介绍完了就完事了啊 你们都知道 那你想想伟立军 伟立军能查这帮人 七八名的那帮人 他查不到他那个 这个人第二个啊 他查第二个 那老铁那伟立军相当牛逼了 伟立军都在他爸之下 你包括那个贾勇啊 那你看建议他爸那都得客气去 废话不多说 这丁军伟啊 虽然是个私生子 他爸对他极其宠爱 从小就惯的 他爸讲话的 你给我削的 腿大折了 爸给你负责 他爸就这种人 这边打完电话了 家长一瞅 说那个 成啊 犯不上点事 一会儿那个老板来的不好 咱走吧 这个老板是个二代 咱忍不起 杜成讲话能接不咋的 他谁呀 他爸干啥的 这王慧也瞅杜成 说那个 不行走吧 约这么劝杜成上劲了 我就不走能咋的 不走 我看谁能咋的 大志也讲话能杀人的 就就不走了 志哥也是天巴不怕地不怕的主啊 这大伙都跟他家说不走了 这宝哥也往那一坐 不走了 那王慧跟那个贾勇 那能说啥 那能说走吗 那走不就成懒子了吗 也都坐着嘎子了 不走不走不走 陪你 姚安龙一瞅 嘿嘿 好 诶 杜成啊 我真知道你啊 你说你该北京打这个那个 李小勇的腿是大志打的 听说你也给李小勇做过啊 你还打过良劲 我跟你说啊 杜成今天咋俩的事放一边 一会儿这个韦哥来啊 你要是把韦哥给打了 哪管骂一句韦哥 我都给你舔皮鞋 都给你洗袜子 洗裤衩子 你就别说杂音店了 我都佩服你 杜成一瞅姚安龙 你别这么逼一遍 你等着啊 咋俩的事没完 姚安龙这一把坏啊 大徒子 姚安龙其实跟杜成能造一战的点 梁静都非常给姚安龙面子 姚安龙挺乐 这姚安龙讲话呢 瞅瞅古君 古君啊 你伟哥啥时候来呀 古君讲话呢 应该差不多了 我下楼接一下子 龙哥 你千万别动手 你一会让我伟哥给你主持公道 我伟哥肯定向着你 小声说的 姚安龙跟那个丁军委也好 说你放心吧 等着啊 姚安龙也在逼坏 这时候丁军委该守部署啊 从家里出发了 丁军委啊 他爸够急 所以说给丁军委啊 派了八个这个保镖 丁军委一般出门就带八个保镖 他这八个保镖 有人说的是杀人 八个保镖个个都塞过头墙 因为杜尚他爸的级别 他请这个东南海里面的爷儿啊 老铁就是 他那个也没请到最厉害的 能听懂吧 那他爸就不一样了 一个儿子当那个宝了 顶着脑瓜怕化了 顶残在嘴里怕吓着 他请这个八个保镖 那都属于这个兵王中的兵王 王中王 活得咋 八个小伙儿啊 虽然说都那啥都在意啊 但是换身西装 各个小皮鞋小白袜子啊 走道你就能看出来 那绝对是小五个 咔咔咔咔的啊 这跟着他一共来了三辆车 前头四个是这个小五个的这个保镖 车先到啊 大卫上下了 比大卫不次啊 十二个八个大卫呗 对不对 后面也是四个大卫 阵前四位 一品带刀 中间丁居伟下车了 三十七八岁啊 长得得潇洒 该说不说 有点小帅 长得批我帅啊 我长得没他帅 长得批我帅啊 雕小鞋 一身西装隔离 文质彬彬 还戴富金丝眼镜 啊 一瞅就是一个二代 绝对是人中龙凤中凤啊 这个丁居伟一下车 载这个云顶啊 因为老铁人说他这么有钱的家庭还开那买卖 以后你随着听故事多 你就知道啥事儿的 他这个云顶啊 不止这碗挣钱 他爸都说了 儿子 给京城开那玩意 你这多丢人啊 啊 他讲话 爸你不懂 他爸都不懂 啊 这笔我跟你说 我提前就泄露你了 他是为了啥 后来有人问他 说 伟哥 你看你家都这样了 你怎么开那玩意 啊 哎呀 你不懂 谁想跟我爸好 谁想跟我搞关心 想送礼的话 啊 你送这东西 那东西多多炸眼啊 啊 这是跟自己好哥们说的啊 我在这家开这个地方 谁他妈想讨好我爸上我这家的消费一下子 存个一百万的卡啊 二百万的卡 他存完钱他好意思来吗 他存完钱他一瓶啤酒都不带舌头喝的来 他都不敢来喝的 老铁就一年往他在家存钱 这些有钱人存钱就是留虚他的啊 想跟丁居伟他爸走进的 跟丁居伟走进的 存钱就得存他们几个亿 知道吗 最低一年都得三五个亿 真正保守的数啊 你说这笔恢复 他爸后来才懂 他爸都不如他这方面啊 该说不说 丁居伟挺厉害 哎 你看杜成他们谁都想不到就这找啊 严谨慧 这就是个洗钱的地方 丁居伟一下车就看见谷军了 谷军也得有样啊 说 伟哥来了啊 我来了 家有他们在屋呢 走进去看看 丁居伟啊 了解完事情大概了 就进去 你看网路一进 摇碗龙敢那撕牙 还正说呢 说呀 杜成 你牛逼啊 一会儿你就资毛 哎 但这时候的杜成也不傻逼 杜成也不是智商第一啊 杜成做的嘎的 正说话呢啊 杜成也不傻 杜成就知道了 杜成说 杜成心里面是这个潜财词啊 这个大哥指定是在甲勇他们之上了 正寻思点啊 这边人家丁居伟就推门就进来了 啊 古军嘛 牛逼哄哄巴一推门 啊 啊 这姚万龙一瞅 哎呀 哈哈哈哈 伟哥 伟哥来了 伟哥 哎 丁居伟一瞅 哎呀 啊 啊 龙改这呢 这时候丁居伟一瞅 贾勇 贾勇其实心里也不乐上 只能惹不起 但是他妈确实这个骨轿骂他们也不得劲 贾勇上前 哎呀 伟哥来了 贾勇玩 哎呀 那不忙分吗 哎呀 那不韦涛吗 这几个人他都认识 老姐之所以咱们之前没讲的 这些人都认识都不跟他合群 这比没啥朋友在京城 因为啥 他就京城的第二个渡城 这比见谁消谁 而且啊 所在京城的无敌手 他爸职务太高了 没人惹他啊 他瞅谁来气就去欺负谁 这比就第二个渡城啊 他没啥朋友 这这这这韦涛跟你们王会 他们也都知道这比 这这 躲他啊 其实上这来玩的 现在这个安全不打仗 他没人敢闹事 那干嘛就没心能碰见他 也都见过啊 这韦涛跟王会一瞅 伟哥 伟哥 八智这时候行就了 大智讲话呢 操你妈 伟涛啊 王会 那他爸都是啥呀 那贾勇他叔都是啥呀 那我跟他们比都不行 这帮小的 这这帮人见他这么客气 大智也知道大概是谁了 但大智没几声啊 这时候啊 丁军委瞅瞅这个佳勇 佳勇啊 咋 咋个事啊 啊 怎么呢 啊 佳勇丑 那啥 那个美哥 误会啊 你不来这个 没心得跟你折腾了 你不来 我们都要走了 那谁 那个 那边那个姚万龙龙哥啊 那个 跟那个我一个小哥们啊 这个那哪来的 那个海南来的啊 就是他爸是海南岛的一把啊 那个大智 就海南的这个 烧岛主吧 这个杜成 啊 他俩之间有些误会 丁军委瞅 哪是杜成啊 我这在北京经常听杜成 这一说杜成 那一说杜成呢 他也听过杜成 你别看杜成职务 他爸职务不大 但杜成给京城族的欢呢 在他们广东族的也欢啊 他听过杜成 那李小勇他们私下这帮人能不小吗 他也听说 听说杜成挺狂的 哪个是杜成啊 杜成老弟来 我认识认识 这时候吧 这个贾勇过来了 说杜成啊 这个丁军委 伟哥啊 然后那个叫伟哥啊 听话 别认清 杜成也懂了啊 杜成起来 非常客气 也不傻逼 也认识 啊 你好 伟哥 我叫杜成 丁军委 叼小鸭一瞅 哎呦我操 哎呀 我信杜成多大岁呢 你这有二十 有三十吗 杜成刚那年刚满三十吗 两千年啊 三十毛岁啊 伟哥 哎呀 那你皮我小啊 那个龙哥你不认识啊 不认识 哎呀 误会啊 这个贾勇的好哥们 这么的 那个就垃圾不倒吧 啊 这个祸都祸少的 这个就那么低了啊 然后认识啊 我叫那个丁军委 该说不说丁军委啊 挺他妈客气 也挺有格局 伸手啊 跟杜成握手 哎 这时候杜成也不能不识抬去啊 谁不认识牛逼人啊 杜成一瞅啊 你好 伟哥 杜成这个手 刚伸到这个家 这个伸到丁军委 这个身边还没握上呢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老体啊 本来他俩握上手没什么事了 就在手还没碰啊 这手刚要碰上 啊 姚万龙手画了 不牛逼啦 啊 不牛逼啦 刚才不还要砸电呢嘛 啊 啊 要把这个 万顶会砸了 啊 还要这个 杜老板呢 这咋的呢 来了是什么 像三孙子似的呢 啊 这笔真坏啊 啊 老体啊 这姚大龙 该说不说啊 姚万龙配了一个药 这小药啊 你看杜成吃不吃 杜成一瞅 也挺尴尬啊 该说不说啊 家伍一瞅 龙哥 干啥呢 这都完事了 差不多得了啊 你压下事 啊 啊 那个啊 那个小陈 杜成讲话了 那个 贝哥 我可没说那话啊 杜成说了都没没敢承认 说 我可没说那话啊 我可没说咋电啊 贝哥 你好 你好 杜成啊 啊 这时候这个 丁军伟该说不说啊 也要握手了 但是这手第二次还要握没握都碰上了 也没握上 姚大龙又来一遍 姚万龙啊 你咋没说呢 哥们 我听你说话 东北口音 你爸是东北的最早啦 那用你们东北人说 啥子尿尿的啊 毛坑冲你 脸朝外呢 拉死的是个汉子 你说 你说 刚才说杂电要杂电的啊 又骂人的 那你这不承认的 就我让你打个嘴巴都无所谓 我跟你说 你龙哥都不跟你一样的 你要说不服气啊 咋 咱俩三天之后 甩个点都好啊 我跟你和北京城我跟你说 你能排第几年 你说 你个小懒子啊 小陈 我跟你说 今天伟哥不来 我都去把手是你背负的 知道不 你跟谁俩呢 你啊 咋 你不承认的嘛 这时候杜成嘛 就有点 杜成正眼睛说瞎话 他说了 因为杜成就脸就红了 你明白没 杜成没法承认的 也知道承认肯定爱干呐 人家后面站着八大金刚 一瞅那个拔个小五个就是拔个大位 杜成不傻逼 他经常见那个郑哥旁边的还有云山大哥身边的这些人啊 他太能看出来 别看他身边再逃降 跟人比的话不行 杜成啊 我啥时候说了 杜成就来了一句赖话啊 这时候这个该说不说 贾勇上前说话了 那个小陈可没说他话 杜成可没说他话啊 那咱好弟弟没说他话 那我给宰得嘎 全程 我不撒谎啊 丁军伟一瞅 瞅瞅龙哥啊 紧接着瞅杜成啊 来吧弟弟 握个手 丁军伟啊 杜成也巴腰握手了 这时候第三次握手了 还是没握上 你看看 这着急不老铁啊 这这个手就握不上了啊 姚万龙不说话了 谁说的 威哥 他说了 我听见了 给我还骂了你 还要砸咱家店啊 刚才那个挺挺挺挺猖狂的啊 一点没给面呢 说你妈妈拧会 我给你砸他 谁说的 那个谷军 那谷经理啊 跟姚万龙也认识 也挺好的 那谷军他妈的刚才崩杜成 杜成不服啊 谷军又做一老铁 谷军来一句 啊 你说 你说他妈擦了吗 杜成犯小人不 啊 威哥 说了 我听见了 给贾勇觉得嘎巴嘎巴的 贾勇刚说完 我撒谎王不独子啊 绝对杜成没说 说了 刚才你看我听见了吗 说要砸这家店吗 啊 这杜成啊 该说不说啊 杜成脸就是脑羞成怒了 杜成脸是猪肝伞 挺尴尬 丁军委还行 有格局 行了 别说了 谷军啊 他也知道自己这个下人有点过分了啊 他明白杜成肯定说着话了 他也想给贾勇个面子 因为还有王会 还有韦涛 他也想给这帮人面子 谁想得罪那么多人呢 可能一个他爸不行 那些爸一起联合起来高预装 也够他爸喝也苦了 该说不说 你爸多大呢 你不咋的 啊 是罚不则动的 行了 啊 弟弟啊 说了 语不说的无所谓 你就记住了 杜成了 祸从口出 并从口入 你四十小 今天伟哥不跟你一样的 今天呢 你借家勇花 啊 家勇今天要不在这个阿子杜成了 你就敢说这话 你都出不去这屋 啊 直接揍怕去 他这句话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